行政院可以拿这个部分 直接去当做一个类似野生官网 那样子的方式 去把行政院在官网里面公布的草案 用更友善或更易读的方式 一年半前国际级骇客唐凤 畅谈虚拟世界 现在这位电脑天才即将入阁 担任数位政委 35岁的他是行政院史上最年轻的政委 有机会我大概还愿意出 人在国外的唐凤简短受访 随即透过脸书表示 他期许作为公仆的公仆 入阁不是为了让某些社群 朝中友人 也绝非到网路上政令宣导 展现信心和直率的一面 被封神级一点也不夸张 唐凤八岁自学电脑程式 国中一夜没升学 16岁开公司 24岁那年他变性改名为唐凤 33岁宣布退休 创办临时政府 主办黑客松 蒙点松等科技论坛 林全长世卫政委 征询过合配科技总经理翟本桥 前富士康副总裁程天仲等 八月初和唐凤会面 短短一周就拍板 唐凤入阁 创下学历最低 年纪最轻 智商最高 也是首位变性政委的记录 我们希望他在帮助各部会 很多公共政策跟外界的沟通的平台 以及将政府的资讯 能够充分的能够加以利用 行政院要运用唐凤 替台湾数位经济找活路 虽然有网友畅虽 认为自由发展惯了的唐凤 进入政府体制 很快就会不适应 但网络神人出马 投身公布门 还是让民众眼睛为之一亮 记者薛学华 邵玉敏台北报道